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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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都没说过我 你凭什么管我 你少拿师父来压我 我告诉你 今天是你犯了规矩 就算是师父来 他也得绕规矩办 跪下 跪下 不 给我跪下 不 好 那我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你 让在场的师兄弟们看看 什么是祖上传下来的故事 娘子 娘子 师父 师父 您回来了 娘子 你这事要干吗呢 师父 大师兄说要打死我 给这些师兄弟立规矩 小辣椒 你大师兄跟你闹着玩呢 师父 这丫头骗子昨天闯了大祸 让我们差点水慢了 这么大的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小辣椒一向张狂 今天我执行家法 一是让他以后能老实点 二是让其他师兄弟们都引以为戒 对 娘子 一小师妹她还小 即使有错 说说也就算了 用得着懂家法吗 说说就算了 那这么轻易就算了的话 那规矩不就白立了吗 规矩立了不知行 往后其他兄弟们犯了错 该怎么办呢 再说了 这么多师兄弟们都看着呢 你让他们怎么负气呀 你们都出去吧 你们去 我 你当着他们的面顶撞我 他们会服我吗 师父 这规矩是我定的 要执行家法 他也轮不到你 来来来 走走走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来来来 拉走 这我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 特别特别的棒 来 太阶 尝尝水果 这是水果啊 进去 来 吃点水果 拿马在桃子上 都脱了 你找上怎么样 医生 医生拿命啊 把我们都叫过来 什么情况啊 什么回事 不知道啊 是要干吗呢 不知道啊 你说这就是 诶 诶 多世纪 封面 还有 有病啊 那是 人 一 呢 没 从来往我跟上不上 你一直死了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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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时间洗呀 我这不给你 不是上厅了吗 来吧 小祖宗 抱歉啊 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你 快走 快走 那个 早晏大军 您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也不通知一声 要不我让下人给您清点啥的 游队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什么呀 我是算并没有走的消息 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在没走啊 我都不知道 你看 我真的不知道 游队长 漫漫长夜 难道你我 就把时间浪费在 装疯卖傻上吗 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说 我国人的犯罪和暗杀行动 你们也没有出现 已经是建立了 我已经是建立了 为什么现在的治安 是不过的 你怎么说 说 你又来了吗 是 这些是权费的破坏活动 疑问是 新主君留下的不忠费 不忠费的拖罚 他已经被邮大军 保安台的人负责了 邮大军怎么来的 怎么死 已经出来了 疼疼大军 大军 邮大军 你每天都睡得很早嘛 为什么来这么晚 不是 我 这 我 发生什么事了 这 这 滕元君 我们又见面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的 咱们不是一直派人在找吗 放心吧 没准明天就有信了呢 不是 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大姐的消息 不是 我这不是担心吗 而且我这心里头一直就没有底 我是怕大姐的初点 别打住啊 我知道你要说啥 闭上你的乌鸦嘴 那大姐要是出事了 大姐肯定不能出事啊 不是 我还不能担心了 那我不也担心吗 我 来 几位几位 切热盒 鸡汤好了 切热盒 三太 最近多谢你了啊 帮了我们这么多忙 谢啥呀 我们其实吧 当着二口子也是被逼无奈 也恨偷这帮日本人了 这两位队长下回有什么行动呢 你也带上我呗 让我们哥儿几个做块好人 三太兄弟 你这心呢 是好的 但是呢 我们是武功队 带上你不合适 行 那以后你们要用到我秦三太的地方 你们尽管吩咐 我再所不辞 好 对了 那个城里刚才来电话 说明天有保安队的一个运输队 要从离咱们这儿二十公里以外的 古城河过河 运输队 运的啥呀 好像是往东北送劳宫 对对对 东北送劳宫 咱们呀 又有生涯 好 好 那儿子是很招待的 如果有老师赶紧了 你将会解决我们的败败 也会解决我们的败败 也会解决我们的败败 这样的话 我将会保护你 相信我们的败败 相信我们的败败 是不一样的败败败 相信 如果是阿诺君的败败 你会成功的 那 福尺君 你答应是什么 好 好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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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呢 别慕死 快点 是啊 快走 脚崴了 快点 快点 你说你这怎么搞的 就我们两个人 你让我自己怎么退车 懒鱼上墨上的 我自己怎么退啊 哥哥 你们哪个部分呢 咱们不走了啊 兄弟 我们是那个清河镇预粮队的 这不是让我们预粮是吧 赶上马病了 就我们两个人 打没催的 这脚还扭了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我们去队岸送一批劳工 那这么点兄弟 你看你们人也挺多 要不然打把手 当时退车了 好 行 好 来 过来这个 慢慢退下 边上去 快点 别耽误人干活 来 来 老爹来来来 出别人 没事没事 你这拉的粮食吧 对对对 吃得好啊 受累了啊 来 进来 两位太军 有点事耽误了 没关系的 早野军 已经很有耐心地 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保安队 特别行众处处长的 游队长游历 游队长就是他的金哥哥 没想到游队长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做你的助手 好了 韩训结束了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来 五十三被发现的时候 是二十多天前 他们劫持了叫驴庄合家的粮食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 他们所有人 穿的全部是黄邪军的军装 与此同时更为巧合的是 最近接二连三 针对黄军和黄邪军的破坏行动 无一例外 他们穿的全部是黄邪军的军装 所以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五十三藏身的地方 并非像以往的新四军 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 他们很有可能 伪装成了黄邪军 匿名藏在黄邪军某个偏僻的据点 或者说是得到了黄邪军的帮助 藏在黄邪军的据点内 对 这个太荒唐了吧 既然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我觉得用大胆这个词更为合适 第一 我们现在正在跟国民党部队交战 无暇顾忌他们 第二 我不想打草惊蛇 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 考虑到新四军的机动能力和补给能力 他们的活动范围 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 我查了一下 在这个范围内 黄邪军的据点一共有三个 草台据点 小河口据点 尔谷沟据点 那如果两位太军同意的话 我马上带人去揍 保证把他们都抓起来 不用这么麻烦 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并且已经实施 三天前 我分别给这三个据点下了不同的命令 结果呢 就在今天早上 小河口据点的运输部队遭遇袭击 目标很明确啊 很好 我马上派人突袭小河口据点 等一下 毛子 来 把这些弹药和武器 回头送到几个村去 跟他们说 没事让他们勤练着点 我有时间就去给他们训练去 好 队长 那我们先走了 去吧 队长 没想到啊 关键时刻大公无私 把多余的武器弹药送给隔壁村的民兵 真不错 大公无私 那你可太不了解我了 我五十三 啥时候吃过亏啊 我跟你讲啊 我是这么心思的 咱们如果长期在这儿待下去 不能总是那二三十个人吧 对 这附近有几个村子 每个村里有三十多个民兵 没事啊 咱们给他多训练训练 到时候 把他们全并到咱们的队伍里来 那咱可就有一个连的兵力了 到那时候 咱们呀 就不仅仅是摸个鬼子的运输队 搞个鬼子大官 那么简单的事了 吴队长 我真是没想到 你打的是这个算盘 我还真小看你了 你这叫白送人家油灯 反而挣人家灯油钱 队长 队长 走了 刚才城里来电话了 说有两辆卡车 在咱们附近泡谋了 让我们给他送水去呢 卡车 运的啥呀 好像是给草台据点 运弹药吧 真是谢天谢地啊 我刚刚送走一批 他就给我送来一批新的 三十二 三十二 来 哥 告诉队伍赶紧集合 干什么呀 要甭管了 肯定是好事 集合 集合 走吧 来 走 走 好 鬼子们 尝尝那七爷爷的枪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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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你不是刚教过我练刀吗 正好 这儿有个鬼子 你让我练练手呗 那就让大伙看看你的训练成果 行 来 打他 你别总招我上面 供他下盘 这鬼子下盘不管 就是啊 可以啊 知道啊 可以啊 知道啊 来 我们上下盘子的小组 到大伙子 看看鬼子 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了 来了 来了 队长回来了 坏了 队长 你看 这啥都没有啊 没有啊 你看 这都是空的 哥 全在那儿空的 什么也没有 这也是空的 怎么回事 两台车的大箱子 怎么都是空的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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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啊 快点啊 坏了 我们中埋伏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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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奴君 我来试试 你怎么办 你却提出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做的 你怎么办 我的策略 我想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他怎么办 你怎么办 哈奈之君 你怎么办 我没有想到 这里 我产兵 都没看到 我 你这个 我看 放散开 往梨子里转 快 快点 撤 快 快 快 撤 兄弟们 都挺好了 好 今儿个咱横竖也是扔在这儿了 来 你们所有人 今儿个跟这帮王八蛋拼啊 拼啊 杀呀 拼啊 拼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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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没事了 没事 寄宫下盘 放心 寄宫下盘 好 优优独播放 狂跳 狂跳 怎么办 狂跳 看来的是公民党 国民党 收留弹准备 那边重点 别愣着了 赶紧撤 快点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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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撤 撤 撤 旳 拿 就 inku 三皇军上海 行 三皇军 杀杀杀 五十三皇军就逃了 快把握杀杀杀 你听不懂吗 我们的攻击攻击 部队回来 我们的攻击攻击 我们的攻击攻击 怎么办 这些攻击 三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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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三皇军 你没事吧 我 五十三皇军 我怎么办 哈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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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crouch 一 宣伏冠 他们已经自首 鬼子没有追他们 反而过来增人了 这才便宜他们了 就替掩护撤退 宣伏冠 宣伏冠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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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这里安全了 全体警戒 注意安全 三位黑道 调整一下 谢谢你了 同志们 快快快 隔地休息 这路上光顾着跑 你们来信问 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我们是国军 江苏游击纵队第三影的 正好路过这里 看见你们被鬼子打 能见死不救吗 是不是 兄弟 谢谢你们了 客气啥 赶紧休息休息 好 谢谢 谢谢老 来来来 慢点 慢点 走 慢点 大姐 咱俩商业好得差不多了 该去小南庄 找十三哥他们了吧 五十三 大姐 大姐 方碧仪 十三哥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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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太好了 你还活着 大姐 你终于回来了 想死你了 行了行了 等会儿 等会儿 太好了 十三哥 咱们终于会合了 五十三 你怎么受伤了 没事 我死不了 你们 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先别管这个了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有个亲二哥 叫武靖 之前在西北军当过连长的 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 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吗 他就是你二哥 我二哥 你别透了 我二哥早要死了 这王通知书都送他往家里去了 不是 他没死 当年是我救的他 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认识一个人 长得跟你很像 就是你二哥 我二哥没死 不可能啊 兵长 好 三儿 三儿 我二哥 四儿 四儿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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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你 我 我年輕時 我和京子 和中村正和妹妹 中村正和我 中村正和我 這是他的 他把刀放在他 他現在 可能是在手上 所以 你把刀放在這兒 不是 你今天為什麼 為何要把刀放在這兒 哈…哈羽奴 我都 把刀放在敵上 我把刀放在救援 我把刀放在救援 就能住在這裡 哈羽奴 哈羽奴 安靜 安靜 你… 現在安靜 啊 啊 好 你操作 操作 你操作 操作 大姐 來 好 好 你不想把刀放在這兒 你不想把刀放在這兒 這…這就是 你的刀 你要是 我 現在 要不想把刀放在這兒 你 把刀放在這兒 把刀放在這兒 原來 捨不成 预备 快 我们的所谓了 多久 好 考虑 我必须要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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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啊 武队长家里没什么亲人了 没想到这场打的 竟然打出一个哥哥来 当年我是掩护猛子他们部队撤退 对 队伍打没了 就剩我一个人我也受了伤 我就顺着河边跑 可是后来也无路可跑了 我当时心想啊 就算是跳到河里淹死 也不能让小鬼子给抓住 我就心一横跳了河 但是没想到 被方姑娘给救了 后来养好了伤 我就归了队 看来我们武队长啊 还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亲儿哥 真是世事难料啊 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 也能吃这碗行午饭 当初我离开家参军的时候 他还是个小屁孩呢 谁能料到 他竟然在河北 闹出这么大动静 我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啊 我当时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能耐大了去了他 武队长啊 现在可是我们团的传奇人物 首刃中村 全团上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我看到他的通缉令 还想办法去部队里找他 但是呢 我又不知道他在共产党的 哪支部队里 五十三 你醒了 佩戴 快 取点水来 好 来 快一点 来了来了 十三哥 不用了 怎么了 我刚才好像露点我二哥了 火生生的 就在我面前 十三哥 你不是吗 真的 你不是吗 兜了一大圈 没想到我们兄弟俩 终于在这儿见上面了 真是造话弄人哪 可昊 三儿 我是吗 王板 来 萨儿 萨儿 可终于找到你了 给我滚 这么多年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不回家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知不知道爹有多想你啊 你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知不知道 三人 三人 对不起 可对不起你 可应该放他来找你 对不起 渔哥 原来你说的那个长得跟我很香的人 就是我二哥呀 你咋不早说呢 我怎么知道五星他就是你二哥啊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遇到的 我们大部队从华北撤退以后 一路褪败到这儿 后来尚风命令我们撤退 就在这个时候啊 我发现了三儿的通缉令 我决定留下来寻找三儿 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去攻打敌人的 一个少家 刚好方姑娘他们也想过 但是被鬼子发现了 听到枪声以后 我就赶过去救了他们 没想到遇到的还是老熟人 这是上天安排 我救你一命 这样的话 以后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啊 真是感谢老天的 让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再聚首 来 我们喝一口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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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真没想到 咱哥俩今儿还能聚在一起 喝这碗酒 你说 要是张良哥 猛子刚才 该多好 我们俩一口 你认为还是张良哥 你这下大护機 我怎么想呢 攻击手 你还要去判断 也要去判断 一起喝这碗酒 你说 要是张良哥 猛子刚才 该多好 放心吧 他们俩的在天之灵 也希望咱们兄弟俩 能够重新聚首 他们也会高兴的 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呢 本来你们的队伍人就不多 这一仗下来七七八八的 也剩不了几个人了 我们是这么打算的 本来讲找个地方 先修整一下 然后继续找人 只要我们的队伍剩一个人 那么就有重建的可能 鬼子这次伏击我们 肯定知道我们 藏在小河口据点 设了一个套 等着我们往里钻 多怪我呀 没事打什么运输队 对呀 害得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 三儿 别难过 你这么做也是为了队伍好 我现在担心的是 鬼子他们知道 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 但是 我们那些战士都在那边 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队长 回来了 回来了 谁啊 回来了 怎么样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怎么了 你别光哭呀 到底怎么了 都死了 我那几个兄弟都死了 什么 那小毛子呢 也死了 什么 我说这些人回来了 我说这些人回来了 但是藏在小河口据说 你还说这些人回来了 你还在这些人 如果他们在这些人 就会有点难 更加 他们已经不可能 我们都在这些人 这些人都在这些人 我们都在这些人 因为我已经很高兴了 但是 有时候 我当时 一件事后 就会开始了 意外的事 这件事 与淵原谅 我给了我少许可 许可 明天 你会查询 是 同志们 我们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 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散 从现在开始 我们重新建设自己的队伍 秦三太同志 就是我招的第一位战士 队长 我和小毛子 见过几个村的民兵队队长 明天我去问问他们 看看能不能加入我们 小毛子牺牲了 我们和队伍算是断了联系 我争取和团里恢复联系 别让我不知道 之前我们的五连 我五十三 如果吃了鬼子的亏 我就一定要找把揮了 鬼子杀了我几个战士 我就要干掉几个鬼子 否则 不知道 我就天天睡不着觉 饭也吃不下 队长 但是现在 我们就剩下十一个人了 连场伏击战都打不起啊 那我就摸落单的鬼子 落单的鬼子 我们之前的动静 闹得太大了 鬼子现在学聪明了 现在上哪儿去找落单的鬼子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在哪儿能找找 你知道 昨天我害怕呀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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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兄弟那儿 待 待了一宿 完了他招待了三个日本人 还都穿着变装 挺可疑的 后来他跟我说 他们好像是扬州宪兵队的 说盼来咱们这儿找什么东西 具体他没有说 对了 明天说这扎人要去二王村 你晓得是不是 松开 松开 你接着说 那这形势吧 不太好说 这日本人吧 他不大管这边 但是各路人吧 都去过那地方 三步管地带呀那个是 行 就他们了 明天行动的时候 都给我记住了 要瞒着我二哥 要不然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咱们去的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准备吧 万里长城 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快快快 快快快 就这儿 看哪儿了吗 大老五对这儿 就这儿 挺热闹啊 是不是开堂会呢 这 看着也不像躺会啊 唱歌呢在哪儿 走 咱们看看去 走 走 走 少卿 你坏好了没有啊 下个就到你了 马上了 马上就好 那你快点啊 我先去报幕了 快点 好 老乡们 刚才的这首《长城谣》好听吗 好听 好 下面呢 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 这首歌呢 创作于一九三七年 这一年 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晚平城的守军 这首歌呢 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 因为日本人侵略者的入侵 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 下面我们有请少卿 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 有请 有位三位日本人吗 没看念哪 要不我队长 咱们到村里面看看吧 走 走走走 我 这次看着我 你走 这都找了半天了 也没见着人 是不是已经走了 我跟你说啊 早上走了他们也不一定呢 他们是说跑就跑啊 还有五队长 五队长 那三人就 就在那儿 在那儿 就那三个 那 那三个日本人 走 来 你们两个去那边 你跟我走 走 好 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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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走 董事长 我出去跟他们骗不动 别着急 黑带他马上就来了 等会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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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跑了一个 跑了一个 追 来 小青 快走 小青 快走 小青 快走 小青 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好像是枪声 你给我站住 小青 快点 你俩在那儿干什么呀 快点 小青 快点 小青 快走 快点 快点 别动 你要干什么 我没 他们有枪 快躲下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你这个搞不知的 三代 他能听到这个话吗 能听到 来 把他放了 换我 好 放我 说你呢 快点 救命啊 快去救救他呀 我有什么办法 这有枪吗 一个大男人 真没用 你要干什么 别搞我 烧气 你别去 没事 把枪拿走 制造员 武银长 干吗去 给咱儿送饭去 我们队长啊 他不在 去哪儿了啊 今天呢 我和我们队长分开 到旁边的几个村 与民兵队长取得联系 看看他们呢 能不能加入到 我们的队伍中来 我这先回来 他呀 估计还得一会儿呢 这把刀够大的呀 这把刀啊 是我们武队长的 今天呢 正好我闲下来 带着他出去磨一磨 别小看这把刀啊 这把刀 可是我们队长 砍过中村的那把刀 什么 够沉的 他能耍得起来啊 我们队长我看 耍得还不赖呢 还说再教我两招 行了吧 就他那两下子还教你呢 他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呢 武队长啊 也就你敢这么说他了 但是呢 我听我们队长说啊 您当年 可是二十九军刀数教头 有机会交两招 行啊 有机会一块切磋切磋 先送到武队长房间去 是 兄弟 你跟三有没有聊过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们聊过 现在呢 我们是要尽快地 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 把队伍发展起来 毕竟 我们队伍现在骨干呢 都还在 发展队伍不难 最好 跟团部 尽快地取得联系 兄弟 听你说话呀 是个实诚人 我喜欢 不像那些穷酸秀才 满身傲气和算计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说 武队长 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 留下来 什么意思啊 留下来 加入我们国民党啊 兄弟 赶紧说句实话 我这编制啊 虽然是一个营 但是 其实的兵力 还不到两个连 我呀 需要补充兵员 武队长 这有点 不大合适吧 我们是新四局 虽然现在 是国共合作时期 但是 还是有分别的 这还有什么分别呀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那都是抗日的队伍 再说了 从名义上来说 你们新四军 还不是归我们 国民党领导吗 那要这么说的话 武队长 你带着你的队伍 加入到我们 新四军如何 青雷 你 武队长 我开文校呢 我去磨刀了 别往心里去啊 好 怎么样 你没事吧 你看我们像没事的嘛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我是说你没受伤嘛 想不到你哥上子挺好的呀 胆还不小 说实话 刚才我问你们 还真挺麻烦的 你当我愿意呀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怎么能在村子里面 乱开枪呢 慢点 慢点 这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呀 这什么呀这是 这什么呀这是 这啥玩意儿啊 这不就一破碗吗 要这个干嘛呀 吃饭我都嫌拉嘴 带他干嘛呀 是他 谁呀 扔了啊 别 别扔啊 不知道是啥呀 这 这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可是青三代烧制的瓷器 是宝贝 对 好 青三代 就这破碗 还宝贝呢 你这姑娘 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连救过的人都不记得了 还是 你救过的人太多了 我 救过你 对呀 我俩就是那天晚上 你救的两个女学生啊 对呀 对呀 别开心 小心 是你们呢 五十三 你终于记起我来了 自从那天之后 我就听说 城里有你的通缉令来着 后来又听说 你急了牢 救出一批共产党员 我还替你担心来着 没想到今天在这碰上了 那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咱们那天分别之后啊 我就和同学加入了 江都民众同盟大会 我们这次过来是宣传抗日思想的 什么什么会 不做什么会 什么会来着 不知道啊 这你们都不知道啊 亏你们还是共产党呢 这可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说到底 咱们现在都是战友了 战友 就你们那儿唱着歌 跳跳舞 跟我们就战友了 那我们真道真相打鬼子 你们凭啥也算战友啊 你急 你怎么说话呢 你 你这人思想怎么这么浅薄啊 我们是宣传抗日思想 鼓舞老百姓 让他们拿起武器 参加战斗 这怎么能不算抗日呢 行行行 人家说你浅薄你不知道啊 人家是女学生 你这笨嘴笨声的 能说过人家啊 行了 二十姑娘 世道怪乱的 赶紧回去吧 好好读书啊 今儿个谢谢你们了 来 收拾吧 再见啊 好好读书啊 傻瓜 那些茶碗的价格 是吗 那是新代监视的时 刑独人做的行动品 那碗是你们的部队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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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仆抗大人的价格 是吗 押忍 是 我这些人都知道那碗的价格 那碗的价格 那碗的价格 不是那碗的价格 这碗的价格 这碗价格 对 那碗价格 是那碗价格的价格 这碗价格 这碗价格 是他才知道的 快 快点去捕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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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想好了就说吧 何必呢 为了一个秦三代的慈吻 把性命给搭上 不值得吧 他 他 道严将军 这 这不是我干的 我 我就是一个咱不玩的 哪有那胆量啊我 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 不是你 难道是我找人抢的 那 那些军 是 是那些新死军 发现他们是日本人 我看你就像新死军 你还别说 这嘴硬的样子 还真像 高大的那些新死军 给我打 等等等等 慢着 我 我 我说 我说 说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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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我现在就是说过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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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信我 藤原太军 我 我真的是冤枉的我 接着他 我 不不不不不不 我 我 我可以补偿你 我有失败 不不 我用百倍的故安补偿你 不 你 你不是 你只想 想得到 沈松熙 他手里那几件故安 和 和那几张瓷 瓷花吗 我 我可以帮你搞到 你帮我搞到 要用钱的话 我还用你吗 我自己就可以出来 再说了 我给他多少钱 他也不会卖到 不不 不用你花钱 你 你直接去 找他就行了 那我找他去想 他的弟弟 在汪精卫那里是个高官 我并不方便去想 是 这可平常 是 是不方便 他要是我藏 犯人分子的嫌疑犯哪 什么意思 我之前 收到一个燕台 想 想卖给他 救救他家找他 结果无意间 在他家发现 发现了几个受伤的人 而且 而且好像受的是 枪伤 藤原太郡 您 您想啊 这年月 受 受枪伤的人 那 那是什么人哪 这少卿说 这是青三代的东西 是个宝贝 宝贝 古董值钱我倒是知道 但是这么个破碗 我看城里要饭的 拿的碗都比他结实 是啊 你慢一点 我跟你说 这要真的是青三代的瓷器的话 那可值不少钱哪 真的假的 你懂这些 当然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大户人家出生的 我爹虽然是航母出身 但是家里当时有不少的宝物 我听当年的教书先生说过 这要真的是青三代的瓷器的话 那随便一架 都够咱们整整一个排的人 吃吃喝喝一年的了 那这还真是个宝贝啊 你小子 这回心里想的是啥 我可猜到了啊 这次呀 咱哥俩可想到一块去了 好 少青 你一路上闷闷不乐的 是有什么心事吗 我在想五十三那些人说的话 他们说得对 他们说什么话呀 让你想了那么长时间 不会是五十三对你 瞎说什么呀 我记得五十三跟我说 你们虽然是抗日组织 但只会唱唱歌跳跳舞 宣传一下抗日思想 洛梅他们说得对啊 这算什么抗日组织啊 跟他们去前线打仗相比 压根不是一回事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难不成真的跟他们一起去抗日前线吗 那怎么了 谁说女人就不能去前线的 得了啊 你可得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就算他们答应你去了 你爹能同意你去吗 我更加不能同意你去了 洛梅 师傅 停一下 我家祖宅快到了 我要先走了 那你不回城里了 不回去了 这两天我们家亲戚来了 过两天找你玩啊 行 先走了 再见 谢谢啊 不客气 走了 再见 师傅 咱们走吧 好嘞 驾 好 滕原太君 我们家真没有你要找的人 我弟弟也在为皇军做事 我们怎么可能 沈先生 我倒是希望 你们家没有反日分子 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 那就说明我的情报有误 我会给你们沈家一个交代 赶紧 二哥 沈先生 我今天这么做 也是想给你们沈家证明一下 免得有人造谣声势 说你们沈家藏匿反日分子 你们 Could… 拿手 冲住 快走 Mandy 你 很可欠 你 很远 你 你 你冲啊 我冲啊 你冲啊 呜 太快了 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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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别受伤 跟我走 这里太危险了 芦菲 可是我爸爸 我跟你说 你要想活命的话 就更得跟我走 听到了吗 我爸 走 藤原太军 我说得没错吧 朱老板 之前都是误会 这次多亏了你 我才得到了 这么些个宝贝啊 我得好好地 谢谢你啊 不敢 不敢 我哪敢领 藤原太军的感谢呢 平常八戒你还来不及呢 如果 藤原太军满意的话 我这儿有一个 让藤原太军更满意的请求 说说看 这 沈松熙的宝贝是不少 但大多数都是品相一般的 平常货色 那几件古玩和字画 您可以留着自己玩 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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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给我吗 我是说 我帮您出手 一定会给您 卖个好价钱 好 朱老板 这算盘打得不错呀 好 从现在开始 最后我在中国的 所有古玩教义 就由你一手操办 好 到了 就这儿 你们看 告诉你们啊 这儿就是扬州城 最大的古董库所 在这儿肯定能卖好价钱 净古斋 月大 你在这儿帮我看着 小八子 我俩进去看看 走 小心点啊 黑什么黑气 黑什么黑 您好 二位 您这是来看东西 还是来收东西啊 你们家朱掌柜现在在吗 不巧 掌柜都出去了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就行 我们这儿有个物件 麻烦哪 您帮看一下 好 就这个 拿着呀 这东西又不扎手 先生是第一次出东西吧 胡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就这玩意儿我出的不少了 你可别蒙我 你们这行水深水浅 我门儿清 先生 既然您是行家 应该懂得古文行的规矩 这贵重瓷器交易啊 从不过手的 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给打碎了 您得放在柜台上 我再把它给拿起来 这还用你教啊 我走 我只不过嫌他麻烦 你说就卖这么多破玩意儿 这么多破闺女 双先生 我认为你 你怎么把你拿起来 是 那你把他给给你拿起来 你没用 你是您的 那你还给我 你把我帮你拿起来 少人光 扬州城啊 有名的大户人家 数一数二的 人家亲弟弟 那是在李氏群手底下的 得力弹将 在扬州城啊 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二爷 您这东西 看着像是青三代的物件 什么 但我这野力浅 看得不一定真 要不这样 您等我师父回来了 让他再看一眼 行行行行 那您后边请 您请 沈落梅 沈落梅 开工 让一下 你 你 明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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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若雯 你疯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让我去陪我爸爸 你放开我 让我去陪爸爸 你爸妈死了 他们肯定不希望你出事情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你带我去陪我 你平安 我给你 我站在城楼 张贵大 你可回来了 有事啊 来两个人 带着青三代的物件 我看这东西好像对 可我这严厉劲 也不敢跟人打保票啊 人哪 我给请进后堂了 二位 久等了 朱老板 听说啊 您是扬州城 最大的股丸店的老板 我们呢 手里有个物件 麻烦您看一下 帮我收一下 这就让我剥出了 这东西不好吗 好东西 好东西 这打眼一瞅 就是青三代的物件 行行行 别说这么多了 开个劲 不急啊 不急 这东西要是对的话 价格可不是小数目啊 容我仔细瞧瞧 好好好 二位 这边请 这边请 让我仔细瞧瞧 来 放下 好好好 容我问一句 这东西哪儿来的呀 怎么着 怕是贼脏啊 不不不 误会 误会了 这是规矩 古董买卖钱 必须问清来历 这要是来历不明 不是怕以后吃上官司吗 这你别担心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对对对对 祖上传下来的 那好 你们开价 十 十根尽条 老话说得好 平安藏古董 乱世卖黄金哪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这 这古董就不值钱了 三根尽条 朱老板 这扬州城 也不光您一家收古董啊 那我们上别家看看去吧 等等等等 等等 我再开个价 七根尽条 这价格够划算了 不是我朱亮才说大话 从我这儿爆出去的东西 整个扬州城 整个扬州城 没有第二家感药 成就 爽快 你看啊 你看啊 谁家柜台上 也没有那么多现钱呢 容我打几个电话 串串钱 这行里啊 都是这么着 都这规矩 如果遇到价格高的物件 都是互相串钱的 二位 来 这边请 好好好 行行行行 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二位 稍坐啊 我去去就来 去去就来 去去就来 好 小谷子 给这里面的先生洗壶好茶 好嘞 把里面的人给我稳住了 我去打个电话 明白 来 茶来了 喂 给我接皇军司令部 我说 这都多长时间了 你们掌柜台回得来回不来啊 您稍等一下 您稍等一下 马上就回来了 您赶紧催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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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啊 再等会儿 再等会儿 奇了怪了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呢 快快 刚才进来那俩人呢 您是说刚才看东西那两位吗 对 我给请进后堂了 在哪儿 那儿是吧 对 出什么事了 一大堆鬼子奔这儿来了 这路上没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难道是从咱们来的 我怎么就 安全起见 拿着东西 我们先撤 走 后面走啊 走 鸡尾干吗 鸡尾干吗 再等会儿 先马上就到 我们有事 赶紧再来 别别别 再等会儿 走走走 你们怎么才来呀 人都跑了 从后门跑了 巴克 不愿 倒开 倒开 快点 还真是手脏带的 幸亏你记得 看来市面上 也不是很大笔 抓紧时间 快点出场 好 走走走 还真是手脏带的 幸亏你记得 看来市面上 也不是很大笔 抓紧时间 快点出场 走走走 快 快 这边 撤 快 上车 快点 等会儿日本人来了 我就救不了你们了 快 走 来 来 干 快 哥 我给你倒 子儿啊 我想了一下 咱哥俩喝酒 怎么也得十几年前了吧 可不是吗 哥 我还记得 那会儿我才十几岁 咱爹不让我喝 还是你带我偷喝呢 我是这辈子都没想到 咱兄弟俩还能坐在一块 哥 你别说了 我跟你讲 最近呀 我老感觉 我好像在做梦 后来 我就想 求老天爷 你可千万别让我醒啊 这如果是个梦的话 就让我一直做下去 子儿 过来过来 你 你疼我干啥呀 疼啊 能不疼吗 疼就对了 说明不是做梦 来 来 喝 来 喝 你说这日本人 怎么发现咱们的 我哪儿知道啊 兴许是认出某些人来了吧 长得一副贼眉疏远的样子 比我还像坏人 我是西子军 行了 您来小点事行不行 爸 你这臭丫头 都这么大了 还吓唬你爹玩 我要不吓唬你 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女儿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 也没看见你人 还以为你不在呢 你先回屋去 我这儿还有几个客人 等忙完了我去看你 好吧 回去 好吧 老爷 干什么 你们就这么报答 你们的救命恩人哪 是救命恩人 还是别有用心 要验过之后才知道 我要早知道你们过河拆桥 我应该把你们扔给日本人 老妈 告诉他们 上次敢拿枪指着我脑的人 后来怎么着了 被卸了胳膊和腿 扔进河里喂了鱼 听见了吗 你们也不想少调胳膊 少调腿吧 你们在干吗 快放了我爹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们啊 快快把枪放下 放下放下放下 你认识他们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救过我跟洛梅的那些人 是他们 那你们是共产党的人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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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 上咱爹吧 能不想吗 当年我参军跟着队伍走的时候 爹就跟在队伍后边 默默地走着 一直跟到二十里地外的小亭子那儿 我队伍走远了 等我回头看的时候 爹还在小亭子那儿跟我招手呢 真是没想到 这竟然是我跟爹的最后一面 来 哥 咱这碗酒敬咱爹 爹 你看到了吗 我二哥 他还活着呢 活得好好的 我二哥现在可出息了 爹 我找到三儿了 三儿现在比我还出息 现在呀 日本鬼子一听到三儿的名字 就只打多三 爹 您放心吧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替您好好照顾三儿 女的名 老大 好 快 你们快 快 快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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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好 接着个就算咱们交个朋友 往后有什么事呢 你们只管来找我 邵先生 也肯帮助我们共产党人 我们这家门里啊 是出了几个替日本人卖命的败类 但这不代表我邵仁光 也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实不相瞒 你们新四军过去 好多的枪支弹药 粮食 全是我帮你们在外边买的 邵先生之前还帮过我们新四军 跟我们新四军做过生意啊 既能赚钱 又落个抗日的好名声 何乐而不为啊 是吧 邵先生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先离开了 告辞 慢点 慢点慢点 诸位 现在已经宵禁了 你们就这样出去啊 肯定会引起巡逻队的怀疑 我看不是这样 不妨在我这儿暂逼几日 等风平浪静以后再走 是吧 日本人为什么严查我们 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日本人为什么发现你们呢 邵先生 这事您清楚 答案就在这个青三代的花碗上 我一看是之前被抢的那个青三代的花 我就马上给您打电话 结果后面不知道哪儿出了差错 他 他们提前跑了 为什么不拦着他 我拦了 我一个人 他们三个人 我 我也拦不住啊 估计他还会回来的 我 慢点 为什么要离开 停停 停停停停 腾元兄 你杀我兄弟 我就抢你的宝贝 来日我再要你的狗头 怎么后悔有期 我跟你们说 我听说前几天哪 滕元兄派人到乡下 收了一个青三代的回龙闻青花碗 可是呢 在回来的路上又让一帮人给劫了 三天以后 你们几个就明目张胆地 拿着这个东西到城里去出手 而且最关键的 是你们去的那个禁谷斋的那个猪老板 那个人就是专门替滕元兄收购谷丸的家伙 知道吗 我估计着 这个丸也是他帮着收购的 你们这是自投罗网啊 你啊 小胖子 你找的好地方 不是 你找的 我又不知道 那猪老板跟日本人勾结的 你说现在什么行里怎么都有罕见哪 这个年月 替日本人当买办的还少吗 我看这么着 反正你们这个东西要出手 可以考虑卖给我 我出的价钱 绝对不会比猪老板的低 怎么 邵先生也对这个碗感兴趣 我爸最喜欢收剧股董了 你们要是愿意卖给他 他肯定愿意出一个好价钱 你瞧见没有 你可真是我亲姑娘 邵先生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这些人呢 那都是实在老实人 就这么跟您说吧 这猪老板给我们出的价格是 整整十五十进条 不知道您能出多少 我一根都不会出 怎么着 一根都不出 想生抢啊 你怎么着呢 不好吧 你误会了 我会给你们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 这沙特驰 则儿啊 感谢爹的在天之灵 让咱们兄弟俩重新聚首了 我想了一下 既然在一起了 咱就别分开了 哥 你啥意思啊 啥意思 则儿啊 不就是打鬼子吗 不管是国军也好 共军也好 那都是一个样 你呀 干脆就过来吧 跟哥一块儿干 这话我之前跟那个 郭指导员我也说了 你跟他说过了 他怎么没跟我讲啊 什么 他什么意思 他啥意思 他肯定不同意呗 但他不同意有个屁用啊 你才是这个队伍 最大的官啊 俗话说得好啊 打仗亲兄弟 上阵副子灵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哪 只要咱们兄弟俩联手 那肯定能成大事 再说了 你在哥身边 哥也放心哪 是不是 萨儿 怎么了 我头有点儿晕 没 没事吧 五十三 开门 我找你半天了 感觉你在这儿 别别别 萨儿 怎么了 老夫 我回去 喝多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先送他回去了 哥 改天咱继续喝 行行行 回去吧 走走走 回去吧 帮忙扶着点啊 好好好 你慢点 你今晚干嘛了 喝这么多酒啊 别别说人啊 站稳了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酒醒呢 你怎么酒醒这么快啊 我没喝多酒啊 我没喝多 你早点休息吧 没喝多 五十三的情報有嗎 報告沒有 九三的情報有嗎 沒有 傻瓜 你們是傻瓜嗎 你們是傻瓜嗎 你們全部傻瓜 校長的本物 從哪裡來 快點去余風 他們告訴我 余風在余風 快點去余風 我去余風 是 修徒 如果 別忘了 我現在沒有忙 我明白 你們 最重要的東西 是傻瓜 其實 之前說過 傻瓜是我們最大的敵 但是我沒有信任 幸好我一直在找余風 我一直在找余風 昨天晚上 有一點 余風 你認識余風 你認識余風 昨天我一個人 偶像 他們 是 欲風 但是他等了 哼 被人 你認識余風 你是在哪裡 如果你們認識余風 他是在這裡 正式的地方 沒有 那些東西 我認為有很大的 可是 傻瓜 你以為 新的命 你 莫拉大佑多娜娜 古之来 来 福西原君 请您看 这些是吗 对啊 对啊 连你 鲾翰奴 你真是感谢 我 我怎么办 你能返回你的幸福 他还没必要 我必须留下这儿 我必须留下你 我今天遇到幸福的幸福 我必须留下这儿 可是 现在 可能有这种幸福 可能是不可能 对 好 韩诺君 我们有必要的交换 怎么办 五十三捡 请 起来 上一次五十三他们 是被国民党纠走的 我查阅了最近一年的档案 自从建立秦乡之后 国民党在这里的活动范围 是从八卦山 到皇家档这一带 所以我的计划是 尽可能调集多的人马 对这一带进行一次 彻底地扫荡 是 那好 既然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 那么就按早月军的意思去办 还有 这次早月军 不在意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出现 这次行动 由他全权指挥 希望诸位全心全力 配合早月军的行动 那就拜托大家了 是 六雷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家人都死了 全都死了 怎么会这样啊 全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我一家人全被日本人杀了 老妹啊 人死不能复生啊 你这样哭 只会哭坏了身子 你们家人没了 不是还有少不不活吗 这儿就是你的家 往后有什么事只管来 老妈啊 先带她下去休息 是 老爷 小姐 沈小姐 跟我走吧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日本人说他们沈家 藏了反日分子 杀了他们全家 家也被毁了 他们家怎么能是反日分子呢 唐元雄就是想找个借口 搜刮他们家那几件古董罢了 少先生 人我给你送到了 告辞 慢着 小伙子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你的身上还带着伤吧 不管怎么说 你也算救了洛梅一命 不如在我这儿把伤养好了再做 他们沈家就是为了救我 才害得他们家破人亡 难道你不怕吗 怕 我要是怕的话 我就不会让你们进我这个门了 我少人光 虽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可我最敬佩的就是有血性的汉子 你的事 洛梅他爸都跟我抢了 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却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不简单的小伙子 我是实心想帮你 哥 咋回事啊 这么晚叫我过来 刚刚收到情报 鬼子要对我们这一带进行大扫荡 跟你商量一下该怎么干 这鬼子怎么突然来这处啊 谁知道呢 你看 你有什么想法 他们什么兵力部署啊 鬼子两个中队 外加伪军的一个营 从扬州城出发 沿着大唐庄 洪祁村一带过来 另外还有两个小队 从永丰镇出发 沿着牛皮凹 梅庄一带过来 喝 这回鬼子可够大张旗鼓的 这游风阵什么情况 多少出去 不到一个中队 外加一个保安队 你有什么想法 如果呀 如果呀 就靠咱们这点兵力 跟他们硬打的话 那咱们就中了鬼子的圈套了 他恰恰希望 咱们跟他硬碰硬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先把附近的百姓安顿好 鬼子不是希望找咱们吗 那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心态 分出一部分兵力 带着他们绕圈子 适当的时候 把队伍分成多谷 总之 绝对不能让鬼子发现 咱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那剩下来的兵力呢 如果真像你说的 这个位置 只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守着的话 那他们派两个小队的鬼子 打咱们 这一块就真没剩多少人了 到时候 咱们给他来一个唯唯旧招 好小子 到底是亲兄弟 都想到一块去 不过我的胃口比你大 我不光想围他 而且还想拿下他 拿下他 哥 这里虽说只剩二三十个鬼子了 但是还有一个中队的 二狗子守着呢 而且这阵上还有城墙 咱们也没有能攻城的重型武器呀 这个镇子上 有鬼子的一个被俘场 冬天快到了 兄弟们的棉衣还没着陆呢 而且我还收到情报 鬼子的两辆卡车装满了东西 晕到了镇子里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肯定是一块大肺肉 咱可不能错过了 关键是 这个镇子的伪军当中 有咱们自己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昨天 我还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还是有爸妈疼爱的人 结果 整个世界都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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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梅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 都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 我也没发生过这些事 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 但是我想无论如何 你都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你的父母在天之灵 一定也不想看到你现在 臭眉苦脸的样子 只有你活着 我们就有给你父母报仇的希望 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冯俊轩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一定会多杀日本人 替我爸妈报仇 对了 那个冯俊轩 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为什么躲在你家里啊 我家跟他家事事交 之前 他去北平参加了一个除奸团 后来又回到了扬州 参加了一个除奸的行动 有一天晚上 他带了好多受伤的人来到我家 我爸开门一看是他 就收留了他 他万万没想到 会是这个样子 三元 来了 三元 哥 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你赶紧去附近几个村子 通知他们的冥冥队长 让他们抽出至少十个有经验的冥冥战士 赶快过来集合 现在集合 干吗呀 明天呀 咱们要干一件大事 好嘞 这就去 一个小时 这别人 你还给我 赶紧去 你还要走 跟我去 你疯了 我是去杀人 不是去看戏 我知道 我想一起去 我想学着如何去战斗 你看 我把我爸的枪都偷来了 小心坐 没事 小时候啊 我爸教过我怎么用枪 太不消化了 胆子也太大了 我同意你们参加抗日行动 抗日有很多种形势 你一个女孩不一定非要拿枪 亲自上战场 爸 这不是他的错 是我要跟他一起去的 老爷 刚才来了几个警察 都打发走吗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你知道你们偷了多大的娄子吗 这真要是把日本人招来 我这些年苦心经营 不就白费了吗 难道你也想让我像老沈家一样吗 那我走好了 这么多天麻烦你了 多谢少先生照顾 混账话 来人 把你给我绑起来 绑了 嗯 不 走 郝国 全部的部队是敵的攻击 人数是多少 约一队的队力 这应该是 他们的敵全部的集围部队 你应该让田中克君任何人 我们就去金济湾的回路 走 是 你怎么进宫的鬼子 就一个小队的兵力 报告 鬼子部队绕到荆家湾了 我说呢吗 鬼子是不想跟咱们纠缠哪 越不想跟我们纠缠 我们就闲着不放 告诉二营司令 沿着荆家湾一带不防 沿途都给我卖上地雷 是 那是对咱们发信号了吧 对 出发 走 走 机队长 你带领他们几个 去阵令备复场 是 跟我走 等会儿 鬼子前两天 开进来的运输车听到哪儿了 听在新兵队了 马上过去 是 客人 跟我来 走 直播 啊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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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起攻击 敵人在外面 我和你一起攻击 阿尔 你将军队 将军队攻击 河奥一 你将军队攻击 将军队攻击 将军队攻击 半时间以内 将军队攻击 是 你将军队攻击 你将军队攻击 上海 你将军队攻击 河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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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够攻击吗 为什么被军队攻击 我不明白 而且敵人的力量有多 近200人 迈副長被拆散了 急著 全部都知道 立即使用四分之一 我必須找到敵人的敵人 然後 早就知道 四分之一 是 急著 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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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火力太高了 得想个办法 他们照烂了 这边肯定有好多宝贝 三远 当然从后方报上来了 好的 你们几个 跟我走 赵哥呢 带着你们帮的人 上 是 带我来 收拾 走 三儿 走 走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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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子儿 这不巧子 我还担心你耍不起来呢 果然有魔有样吧 小心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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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招不错呀 到时候交代我啊 咱回去了 咱哥俩找个时间 好好解锁 好 好 冲啊 冲啊 他等你提卡都要求 永风战复权 永风战复权复权 永风战复权复权 小太夫没来的敌人攻击 敌人很严重 我们在本龙兹里有些 刺客 附加军队 这是敌人的刺客 让他拒绝 这时就会被骗到 永风战的舞台 你会拒绝 海能队 等你 糟糕 誰說了 藤原大佐的報告 我們也無法辭職 無法失敗了 我是這裡的指揮官 藤原大佐的報告 右手的部队是他们的 你去抢 是 吉田君 是 自己的部队是一旦攻击 这些奥平坡的人士 了解 走 紧速 来看看什么东西 营长 没啥好东西 就几个瓶瓶罐罐 还有几张画 我倒是什么宝贝呢 偷是些破瓶瓶罐罐啊 这还有幅画 紫儿 这可不是普通的瓶瓶罐罐 这些是古董 古董 你要这么说的话 前几天 我们在二王村 杀了几个鬼子 从他们身上 搜出了一个小我 据说是个古董 而且还特失去 前两天 前两天 你不是跟明明开会吗 你什么时候杀的鬼子 什么时候杀的鬼子 报告 报告 宣布关来电 说鬼子大队已经撤走了 好像是支援这里来了 娘的 赶紧收拾东西 通知部队紧急撤退 是 等我等我等我 哥 就这么走了 什么意思啊 你还想留下来过年呢 咱这首戏还没唱完呢 不想给他们来个回马枪 什么 回马枪 在队里面好像不吵了 你让人去攻务 把攻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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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還領得住嗎 連城撐下去副官 營長總之先告訴他們 能打就打 不能打就撤 我看 咱們也沒命要 這樣就撐下去了吧 我本來是來通知你們撤退的 但是營長公司在命令 命令你們跟骨子 再撐兩個小時 什麼 兩個小時 副官 不是我走 兄弟們都已經將我過半 但部隊還跟著營長走了 你原來想讓我們整個臉 都死在這兒嗎 少廢話 氣魄和鎮重馬上就過來了 我把船其他都帶來了 好 還有我 是連一行鬼子們一起幹 反正一直回來 明白嗎 是 兄弟們 打 那些人還要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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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的招待 合避准备到